先继续带来游戏第六七集 上期说到 黄警官因为偷运期光的一伙面具人而暴露了存在 队长下定开始搜查 值得注意的是 队长接到了一通电话 似乎有一群所谓的傀逼们即将抵达现场 他必须尽快处理好这里的危机 按照行程 下一个游戏马上就要开始 由于生命的老荫药的裤子 阿吉非常贴心的把自己的衣服绑在他的腰上遮挡水质 在前往赛上的途中 就能见到了那个医生和几个面具人的尸体 悬挂在空中示众 队长还郑重的向选手道歉 告知他们这群人违规了 接下来会避免这些事情 一定保证游戏的公平 选手们除了惊恐 读不出第二种表情 游戏开始前 主办方宣布 这一轮的游戏需要两人一组 吸血了上一轮拔河的经验 大家都想找强力的队友 严谨就第一时间找上了身强体装的小黑 以头妹不想求任何人的性格 干脆直接找上了上一轮一起的女生小美 其他人也开始纷纷组队 值得一提的是 本来游戏玩家是四十人 但由于一生了死 变成了三十九人 所以必将有一个人会轮空 大家都猜测 轮空的会直接淘汰 本来这群人里年迈的老一 难逃淘汰的命运 结果阿祺于心不忍 选择了和老一组队 这下有意思了 辣妈居然成了那个轮空的选手 没有任何人愿意和辣妈组队 组队时间结束 面具人拖走了丝喉的辣妈 终能陆续走进了游戏的场地 这次场地的主题依旧是怀旧 夕阳色雕像的布景 完美复刻了上世纪的老街道 面具人给选手们 分发了十颗弹珠 阿祺和老一打起过往 他们都是打弹珠的高手 在老一那个年代 最好的朋友都会结成干部 他们共享弹珠 画片不分离我 二人拉结构 骑士成为干部 准备大杀四方 赢下其他选手的弹珠 可当主办方宣布规则后 阿祺瞬间傻眼 这次的游戏 是要他们赢下队友的十颗弹珠 才算获胜 至于游戏方式 除了暴力抢夺 不做任何限制 阿祺面色凝重 关键时刻又生了变故 老一护狼放弃了死呆 似乎根本没听懂 主办方说了些什么 眼镜正没在怕的 非身体内对抗的项目 他对上小黑有很大的优势 二人打算 用最简单的拆当双数 争夺弹珠 每个人手中赚减一定数量的弹珠 拆当或者拆双 拆对着人 赢下对方手里的弹珠 蛇哥和他的头号马仔 也采用了这个游戏 结果就是 蛇哥运气超倍 没多久 弹珠就所剩无忌 蛇哥自知这样下去必死无疑 于是下面就能提出 刚才是马仔提出的游戏方式 你们不是公平吗 现在我要换游戏 采用扔弹珠进入的形式 决定胜负 面具人没有意见 马仔无奈同意 唯有童美和小美 这两个孔命人没有开始游戏 他们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童年 所以压根就没有玩过任何弹珠游戏 小美对游戏显得漫不尽心 短短半个小时后 两个人中必有一个人死去 在最后的时间里 她想了解一下 头美为什么会找自己组队 顺便聊聊彼此的故事 头美没有反对 她之前之所以会去找小美组队 是因为她一眼看出 小美和她一样 都是没人愿意待见的边缘人 小美眼睛一亮 问起了头美 为什么想来这里赢钱 头美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她是从北面来的偷渡者 在偷渡的过程中 父亲死于非命 母亲被抓住钱犯 剩下她和弟弟在南韩相依为命 如果她有命带着钱活着出去 一定要将母亲借过来 给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庭和童年 小美的故事就比较机场了 她曾被禽兽父亲侵犯 后来父亲杀死了母亲 小美又亲手杀死了父亲 好不容易出狱了 小美不知道自己该去哪 这时她被主办方找到 心里糊涂的加入了游戏 二人聊天的时间里 眼镜失敞了 看来她会在金融界亏损60亿 不是没有原因的 走了好运的小黑 赢得眼镜手里 只剩下最后一颗弹珠 气得眼镜快要发狂 但冷静下来之后 眼镜哀求小黑 说自己不想死 恳求小黑 信自己一次 她说剩余的时间 不够所有人决筑胜负 到时一定会有加赛 会有一响全员混战决定赢家 他们就不用互相残杀了 可以一只对外了 善良的小黑 也是真不愿意 看得眼镜死在自己眼前 同意先听手 二人奔头去观察 其他选手的情况 眼镜又说混战时 袋子坐在手里不安全 他要给小黑的袋子 做个挂袋 这时 蛇哥和马仔的游戏 到了最关键的环节 简单来说 他们玩的游戏 就是随着弹珠丢进洞里 就可以拿走场上所有的弹珠 现在他们两个 都只剩下最后一颗弹珠 蛇哥率先丢出 结果在洞口停住了 没想到幸运女神 骑到了蛇哥头上 马仔丢弹珠时 观察其他选手的情况 眼镜曾拿着全部弹珠 不乏沉重的走向了场外 此时 小美和偷美 终于决定好了游戏的形式 两个人比谁的弹珠 扔得更接近墙壁 一局定胜负 赢了就能活 小美很有心机的 让偷美先丢 偷美没有多想丢出的弹珠 接下来小美的举动 让偷美毫无不然的内心 放起了劲刀骇烂 小美居然故意放水 直接在原地丢下弹珠 刚认识一天的人 居然愿意把命给偷美 她失心烈焙地询问小美 到底为何这般 小美告诉偷美 刚才聊天时 她不断问自己 如果能出去 她要去干嘛 结果根本找不到答案 偷美不一样 她还有亲人在等待 还有弟弟需要照顾 出去的人都需要活下去的理由 不是吗 小美让她 连同自己那一份 好好活下去 就这样伴随着枪响 顺势两个 偷美强忍着悲痛 要压离开 此刻小黑还在满世界 找眼镜的生意 直到她发现 戴自己装的是石头石 这里不值得太像 老姨长大的地方了 她每过一个街角 都会自顾自的说起 一些关于自己的人生晚事 看起来是老年痴呆病发了 阿琪眼见时间所剩无几 终于忍不住大声哀求 老姨终于和她开始了游戏 两个人玩的 也是拆当双数 老姨交上的好运 怎么拆怎么中 阿琪一路败北 输到最后一个弹珠时 她的心沉入谷底 就在她绝望之际 她发现老姨似乎痴呆犯了 明明是老姨赢了 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猜的数字 将弹珠给了阿琪 在生死的考验下 她开始昧着良心 哄骗 作弊 渐渐一下了老姨手里的弹珠 直到最后一颗弹珠时 老姨忽然不比了 开始纷纷癫癫地寻找 她记忆中小时候的老房子 结果还真被她找到了 远看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阿琪抓着老姨 求她清醒过来 这时老姨冷静地说了一句 要不我们赌上全部玩一盘吧 大家都赌上全部 赢了就能活 听到这话 阿琪暴怒地喊道 用我的19颗弹珠 和你的一颗弹珠比 这像话吗 令她没想到的是 老姨居然缓缓地说了一句 那么你欺骗我 拿走我的弹珠 就像话吗 原来老姨早就清醒了 只是一直没有点破阿琪而已 阿琪心中矩症 无欲凝业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老姨居然把最后一个弹珠 送给了阿琪 对她说了一句 我们可是干部啊 老姨很感谢阿琪 陪她走完了最后的一程 让她在死前过得很好 说吧 重重拥抱了阿琪 随着倒计时结束 阿琪听到身后传来老姨的声音 我的名字叫做吴依南 接着一声枪响 阿琪内容满面的退场 众人回到休息处 惊讶地发现 没有主队的辣妈 竟然活得好好的 原来按照公平原则 轮空不会被淘汰 反而会紧急 亲手送走自由的阿琪和同妹 都是蛮连银沉 然而还有个老哥比他们更惨 他的队友是自己的妻子 此刻的他已经完全崩溃了 爱救众人投票中断游戏 可惜的是都到这份上了 根本没有一人响应他的号召 另一边 对战派人打捞出了 最初被黄警官顶替丢掉的面具人尸体 他通过尸体兜里的证件 确认了黄警官遣入主办方的事实 同在这一夜 亲手送走爱琪的选手不堪独活 选择了去陪妻子 而他们的生死 不过是富豪们的娱乐节目而已 一伙带着假面的贵宾来到了岛上 他们仅是众多参与赌局富豪中的一小部分 为了追求刺激 才亲自前来观看游戏现场 黄警官观察到这一情况 直接放倒了其中一个逝者 换上了他的衣服 再度打入主办方内部 新一轮的游戏 就在这批贵客的眼皮下展开了 选手们需要选择1到16中间的一个号码 他们不知道号码意味着什么 因此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中间的数字 正是求稳也是人性 主办方应贵宾们的要求 放出了一些提示 选手们这才知道 号码决定的是上场顺序 如果是竞速类游戏 先上场有时间有试 技巧类游戏后上场 则可以累积经验 根据项目的不同 优势可能也会成为劣势 待到其他人都选择完毕后 只剩下1和16 阿琪本想拿1号 这时有个老哥提议 他这辈子都没有做过敌 他想尝试一次当投名的感觉 阿琪变加1号让给了他 事实证明这个老哥救了阿琪一命 他们玩的游戏是过玻璃桥 桥上一共有18光 每一光有两块玻璃 一块是干化玻璃 踩上去没事 另一块是普通玻璃 踩下去直接摔下几十米高空 也就是说 这座桥需要一条又一条的人命 来测试出正确的路线 京东数学类小伙伴可以算一下 第一个全部通过玻璃桥的概率 有多少 游戏时间是16分钟 不是一个人16分钟 是所有玩家16分钟 后面没完成的 同样要一起死 1号老哥迟迟不敢下脚 蛇哥警告他再不走 就把他扔下去 老哥只好硬着头皮踏出第一步 虽然第一次压重了 但下一步 老哥就踩到普通玻璃 坠落身亡 排名靠前的 即使不想走 也会被后面的人推出去 他们只好硬着头皮 替后来者试错 淘汰几人后 路线推进的越来越慢 此刻贵宾室内 有个变态的贵宾隔着面具发现 黄警官的眉眼还挺好看 居然带着他死下去了房间 要给黄警官看好看的东西 让他灯短篮 在对方脱光衣服时 黄警官反客为主 逼着对方 一无一时的交代了 他知道的关于这里的信息 此刻 游戏时间只剩下五分钟 路线才看看过分 伴随着蛇哥前方的选手坠落 蛇哥站在中间 说什么也不肯往前一步 要死就一起死 除非其他人愿意先走 恶霸气质 掌入无一 可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达妈知道按照自己的顺位 大概率是走不到底了 所以在此之前 他要履行自己的誓言 干掉蛇哥 报备判之仇 只见达妈时时抱住蛇哥 脚上一时劲 干化玻璃和普通玻璃 就这样 他们又连过了好几关 贵宾们立马不乐意了 这还有啥意思 队长也不着急 直接关闭了桥上的灯光 这样就无法通过漏眼 来分辨玻璃的种类 眼前就是最后一关 游戏时间就差几秒即将走完 这次的眼镜露出獠牙 直接将工人往前放一块玻璃推去 他压碎了最后一道玻璃 算是指名了路线 剩下三人 眼镜 头美 阿奇 猛的冲过终点 在祭祀归零的瞬间 整座桥炸成了粉末 月起的玻璃碎片四上飞起 头美的脸色忽然变得非常的不自然 这时终于有人发现了 赤身裸体昏倒的贵宾 贵宾在这里受伤 事情可不小 队长再次带队抓捕 终于在自己的房间管道 和黄警官打了个照面 队长带人再追出去时 黄警官已经利用 偷运气光的那些温许人 早前准备的密岛 潜水出海 游戏内和游戏外的较量 都即将迎来终局 本期玩 当初游戏 可以说是对众多角色 人性刻画最好的一集 这里有单纯恶人 也有被生活逼的 不成样子的苦命人 每个人物的特点 都在这集里 以最鲜明的方式展示的出来 下一期就是本局的大结局 此刻的选手 只剩阿琪 头妹 眼睛三人 游戏也只剩下一轮 黄警官和队长的斗智斗勇 也进行了最后了 这场绝命游戏 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么今天的故事 暂时先到这里